其實不當選手 我目前現在是當老師 然後希望說把自身的影響力 去分享給更多 去影響更多 可能在我像我一樣 高中升大學的時候 可能還成績沒這麼好的人 因為我這樣的例子 所以堅持下去 奧運之後確定退休 金牌男雙李洋 透露自己希望培育更多選手 因此最想投身教職工作 但他的大黨王岐霖 可就截然不同 歌手 當然是歌手 因為我覺得我自認唱歌 算還不錯 也很喜歡唱歌 沒有到不錯就是很喜歡唱歌 那希望有機會可以嘗試看看 雖然自己還要繼續 當選手還是沒有放棄歌手夢 不過經典意義過後 球迷也好奇 林楊佩的奪金秘方是什麼 通常我如果第一天贏的話 我就會持續做第一天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不知道 應該算是一些儀式感 比如說我曾經 泰國三連戰連勝15場 我連續吃了15天的那個partite 或許就是一種對勝利的執著 曾在泰國連續15天食物都吃同一種 如今自己臉上的鬍子 也是從小組賽開打之後 就沒再刮過 而王岐霖則是必須攜帶茶具出國 啊 茶具 茶具跟茶葉 因為我從小喝茶喝茶喝習慣 所以我出國一定要帶茶葉跟茶具 呃 文山包種呃 烏龍都可以 場上跟對手比拼意志力 場外妹妹咖咖也不能忘記 但既然現在都以兩度奪金 與拉隊女孩私緣交往的 王岐霖也被王爵點名 什麼時候要求婚 調出本人用一男一女夫妻的貼圖回應 耐人尋味 要求婚是真的嗎 你願意咧